大家好 昨天有粉丝问我有没有好点的罗维娜幼犬 我只有一个小钟 但是眼睛受伤了 我就发给那朋友看了一下 他说白送他都不要 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好点的幼犬 我说我朋友那理由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价格 然后给他看了一下照片 那朋友有点他相信我 他相信我并不是十分什么 说了一下价格 价格不便宜 因为父母是双冠军 我朋友卖是5888 然后他说便宜点 我给打电话问一下 说5000块钱 然后那粉丝他不放心 他跟我说能不能获到付款 首先不放心是相互的 是吧 你不放心我 我也不放心你 对不对 所以说活体交易 不跟其他似的 你要发酵衣服发过去 你不合适你退回来再行 但是这个狗一来一回 没问题也容易折腾出问题来了 所以说是狗都是先款后货的 他不放心我也不放心 我就跟他说 我说首先这不是我自己的狗 这是我哥们的狗 万一有任何差池 就是我是两头不转好 粉丝这头我朋友那头都不转好 这样我说你最好来看 是吧 他也没时间江苏长州的 我看地址是江苏长州的哥们 然后我给他找了一个折腾的方法 我说你相信我 你给我打500块钱的净金 然后昨天下午聊的吗 然后我今天去我朋友那儿 把还有两个小公权给拍视频 我给你选一个好的 你看中你满意 然后你付款付全款 然后给你拔购发过去 你看不中不满意 我把净金再退回去 为什么要要一个500块钱的净金 这个净金就是诚意金 是吧 我不能说你动动嘴 我接着就跑去 我们隔了好几十公里 他在诸城对南头 我完了之后在市区的西北角 西南角 他在诸城对北头 我在西南角这里 这个距离是不短的 所以说是呢 要500块钱的一个诚意金 看不中我可以退给他 首先这是一个诚意的问题 对吧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去我哥们那里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凯哥这里了 你如果玩罗维纳打比赛的话 你肯定认识凯哥 凯哥之前是山东 罗维纳山东地方俱乐部的副主席 非常的尽职尽责 你圈子里都知道 他虽然是副主席 但是真的没少出力 我们这 我们中国人很大一部分人就这样 出力也赚不着好 凯哥就是任劳任怨 出力不讨好的减兴 非常好的一个哥们 这边是两个小公公 刚才我们也把视频也拍给那个粉丝朋友看了 两个小公公呢 一个大姐一个小姐 大姐的那个更美观 小姐的那个兴奋度更高 他选择了大姐的这个 大姐的这个 当然他这个兴奋度再高 他肯定是没有麻犬 没有登德这种狼中犬高 这边两个 那这样的话 现在这窝的话 还有一个小公公 还有三个小母狗 小公公的话 那个我开头也说了 是就是五千八百八十八 然后我还多少有点面子 五千块钱 小母狗的话 那凯哥说的话 净价净的几件 小母狗多少钱 小母狗这窝是比较优惠一点 是两千八百八十八除 不带重书芯片 如果加重书芯片 加重书芯片的费用 就是重书芯片 就是小母猿的话 就是两千八百八十八 不加重书芯片 如果需要的话 再加上那部分额外的费用 那让凯哥介绍一下 这个这窝小犬的父母的血统 这个先介绍一下公犬的 公犬的刚才也介绍过一次了 这个公犬父亲呢 是我家的他那个名字是叫杰克 他打了四次比赛 四次比赛都有奖杯 是两次机 一次机二一次机三 他的父亲的祖代 全是进口的公犬母犬 都是国外进口 直接进口的 母亲呢 是国外代胎回国的 母亲是打了七次比赛 八个奖杯 是每次比赛的奖杯 这个等级都不一样 但是他的最好的成绩是 还额外拿了一次 全场最佳成年母犬 这个母亲的父母是 他的母亲的母亲是 国外进口 当时是IPOE 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的东路 母亲的这个父亲是 咱那个现在国内外 比较流行的一个公犬 也是比较重量级的 是重八 行 请凯哥介绍完 这个小犬的父母的一个信息 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个信息 那么待会我们把小狗都放出来玩一会儿 然后把把父母那个单独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还最后呢 还有凯哥这里最正量的最正量级的一一条母犬 然后搭配了国内的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公犬的 已经搭配完了 待会儿把那个作为压轴拍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小犬放出来 OK 我们把这三个小母犬单独放出来 等一下 再把那两个小公犬放出来 玩一下 这三个母犬明显的比那公犬要胖很多 狗小兽都好看啊 活泼可爱的小胖猪 这我刚才我刚才才搞清楚 这一窝狗跟那一窝是同父一母是吧 跟那两个小公犬不是一窝的 我还以为一窝的 我说怎么价格悬殊有点大 这三个竞价是2888 那个那两个竞价是5888 当然这也可以办理正书芯片 但是需要补上额外的分用 那个是已经申请出生纸 就是跟那个芯片了 已经是 真的 我感觉这幅画面非常好 丰收 然后胖狗 是吧 然后过来捡玉米棒 狗小时候是最无忧无虑的 我有时候看到小狗随便找个玩具玩半千 我从而身为一个人我都非常羡慕这种无忧无虑 你看这三个狗在这搞破坏它了 狗就这样喜欢凑热闹 一个啃都来啃 我那天看了 小牧狗到这 马上把小公狗放出来 现在这是两条小公圈的一个视频 大的那家呢 就是江苏的那个朋友选择的那条 之前玩了半千了 这两个狗的兴奋度肯定是有所下降的 小姐的欲望更好一下 哪个是小的 那个 也玩累了 你变什么了 再这样耍耍 好 这个咸玉米棒的这是大的 小的也去咸玉米棒去了 看着看 好 这个大的 这是小的 小的弯道超车了 这样刚才在笼子里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这样是吧 那个可以能看得清楚 清楚一点 这小的应该是想去抢那大的玉米棒 还就是去抢去了 大都不让他抢 小狗总是这么无忧无虑的 十分欢快的 希望那个小狗视频拍到这里 拍下他父母的视频 请推上车 好 大家好 这是小犬的父亲 杰克 名字叫做 看这个曲起结构 头板都是非常的饱满 你看 头板是非常的有力 有力 但是不松弛 不是说 咬鸡骨都非常好 不是说那种 很多坠肉的那种 这个公狗是非常不错的 做它扎起来 配个散门 来 去去去 你聊的 对对对 好 非常自信的一条狗 杰克 你为什么看我 是不是因为我帅 你实际 你把这个画约瞧起来 屏肥度非常高 他老看我 这个 看结构 结构非常的不错 紧透有力 往后 你想 你是往后 不是往前 对对对 你再往后 你弄往后 好 这个 其实 就是啊 罗维纳虽然胖 但是动力是很不错的 你只不过是 他耐力绝境了 他动力神魔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还动不了我 行 他不会动 我们找到神魔 都不太专业啊 对 按你动 哈哈哈哈哈哈 好,这一个非常不错的侧面的展示 有点害怕你还是怎么着 让凯哥摆个post 看得出来这狗有点紧张,尾巴不是那么自然了 但是这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罗维娜的一个侧面的一个姿势 可以看得出这个狗的结构是非常不错的 粗壮有力,而且非常紧凑 你拿着捏捏小腕要和它 往后一撇,往后一撇把小腕 好,那公圈咱们拍到这儿拍拍母圈吧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母犬呢,是这三个小母犬的母亲 是非常漂亮的一头母犬 这个头版是非常简形的一个罗维娜的一个头版 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你看,头版非常精致,非常漂亮 这狗结构非常不错,前着眼非常好 但是母犬看起来就要温顺很多 没有公犬的那么有力的气势了一个 来,来,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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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这个母犬啊,结构非常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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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两个小公犬的母亲 七次比赛,八个奖杯 最佳成绩,全场最佳成年母犬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罗维娜 这狗几岁了? 两岁,两岁多了 两岁多点 但是你看这个粗状型的犬,它这个 它是个奶线 它就不如说是狼中犬那么神母 狗猬得太胖了 它跟猪似的 这个呢是一个塞尔维亚的进口的母群 前几天呢刚去搭配了飞流 去莫校长那搭配的飞流 至于飞流呢就不用多说了 这狗工作头圈是IPO1 然后国内打了几次比赛 国内打了六次全是纪役 打了六次比赛全是纪役 世界展是纪役3 头板非常精致 非常简形的一个母犬的头板 结构是非常的夸张 而且有力 真的很多公犬都达不到这种结构 你看动态 静态的话也是非常完美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不看得清楚 有点阳光有点背着 这样看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结构非常的好 非常的精致有力 搭配飞流的话 除了幼犬的话 竞价是多少 一万起步 这也就是绝对是强强联合 行 这就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彩蛋 也不能算是彩蛋 到时候这窝小犬生了的话 我们再来拍视频来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看大家看到这里 但是我们看社会 看南